入冬最强寒流发威 领口区公所就启动防寒机制 针对区内的独居长者还有街友进行访试关怀 并且送给他们由各界赞助提供的手套 卫生衣 棉被等保暖的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寒冬 入冬最强寒流发威 中央气象局已经持续针对全台发布低温特报 这波寒流预计要冷到周三清晨 明后两天中部以北最低温将下探7度 领口区公所因应这波寒流启动防寒机制 运用所属人力结合志工 针对区内独居长者及露宿在外的街友进行访试关怀 因应寒流即将来袭 领口区的在地企业跟扇心的团体 特别提供了区公所一系列的防寒物资 包含我们有毛毯 手套 还有我们的发热内衣以及相关的一个简单的食物 跟及时的一个食品 要提供给我们领口地区的独居长者跟弱斯家庭 还有我们的街友 领口区公所社会课长李俊杰呼吁 注意低温对健康造成的危害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级老年长辈 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以免造成血压升高又发心肌梗塞等症状发生 另外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 因为寒流来洗要注意保暖身体 那避免在突然的室温改变下 做一些活动引发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在这冷嗖嗖的天气 针对街友也会询问是否要协助安置 并且送给他们由各界赞助提供的手套 卫生衣棉被等保暖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寒流的侵袭 供所同仁不畏风寒的协助弱势 让人在这寒冷的夜晚游心里都暖和起来 以上新闻记者虎萱在领口采访报道